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他的少年生活过得非常贫困 为了谋生 他和豹书牙合伙做起了生意 在做生意的过程中 馆中游历了许多地方 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 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社会经验 齐桓公登基为地之后 急需找一个有才干的人来辅佐自己 因为在先前登基的过程中 豹书牙帮了他很多 所以他便找到了豹书牙 请他出来当齐国的宰相 可是豹书牙却说自己的才能不如朋友管仲 如果齐国想要称霸的话 就必须要立管仲为相 在豹书牙的建议下 齐桓公选择了一个吉祥日子 以非常隆重的礼节 亲自去把管仲接到了宫中 将管仲接回宫中后 齐桓公和他一连聊了三天三夜 两人聊得非常的投机 聊完后 齐桓公便直接把管仲封位了相 并改了称呼 称他为重负 有一天齐桓公找到了管仲 问他齐国旁边有两个势力很大的国家 分别是鲁国和梁国 我们应该做什么 才能彻底解决掉这两个国家 管仲想了想说 按照齐国现在的兵力来看 我们是肯定不能对他们发兵的 于清战争的方式解决两国的矛盾 倒不如以商业之道赢得胜利 齐桓公一听 便来了兴趣问 这是何意 管仲说 现在鲁国和梁国的百姓都会肢提 大王可以下一条命令 让臣子都穿油蹄制成的衣服 这样的话 民间的百姓也会跟着效仿 要不要多久 蹄服的价格就会上涨了 事实果真如他所说的一样 在齐桓公的带领下 齐国上上下下都开始穿起了蹄服 没过多久 当时便出现了蹄服供不应求的局面 因此这种服饰的价格 也大幅上涨了起来 虽说齐桓公不懂管仲这样做 究竟是何打算 但是出于对他的信任 他还是选择听了他的话 在蹄服的价格上涨到一定量之后 管仲还命人和鲁梁两国的商人做起了生意 管仲说 只要鲁国和梁国的商人 愿意送蹄到齐国 那齐国便可以给他黄金 鲁梁两国的商人听后非常兴奋 纷纷把国内的蹄送到了齐国 为了赚取钱财 鲁国和梁国的百姓 就连粮食也不重要 都开始支起了蹄 久而久之 鲁国梁国的农业就荒废了起来 粮食只能依靠他国进口 粮食是生活必须贫 没有了粮食人就得死 可是蹄只是一种丝织物 没了这种布料 齐国人还可以穿别的衣服 在齐国人大力一种粮食 卢 梁两国人大力造蹄的时候 管仲就已经赢了 待到时机成熟后 管仲找到了齐桓公 让他向齐国的百姓下达了一条新命令 让百姓不要再穿蹄服了 必须改穿由别的布料制成的衣服 在齐桓公严格把控服饰的同时 管仲也向部下下达了命令 让他们从此以后 不再向鲁梁两国进口提 出口粮食 没过多久 鲁国和梁国便出现了饥荒 众所周知 粮食是有生涨期的 即便是两国的百姓反应过来 这是中了他人的坚戒 他们也无可奈何了 为了生存 他们只得逃离到别的国家 这时 粮食充裕的七国占了出来 降低了粮食的价格 吸引百姓 就这样 齐国以兵不渲认的方式 吸纳了鲁国和梁国60%左右的百姓 几年后 齐国的国力进一步增强 而鲁国和梁国的国力却日益衰微 齐国也彻底除掉了鲁国和梁国这两个心腹大患 在齐国确立了霸主地位之后 南方的强国楚国和齐国唱起了反斗 楚国始终不愿意承认 齐国是春秋首霸 彼时 齐国武官向齐皇宫提出了用武力震慑楚国的意见 可是管仲却觉得 用纯粹的战争和齐国打仗 有些不太划算 齐国和楚国都是大国 两国真打起来了 还不一定谁输谁赢呢 说不定齐国还会在作战的过程中消耗掉国力 失去中原霸主的地位 为了让这些国家的君王心也成福 管仲又制定了买路制楚的计划 史书管辞记载 管仲先是免人 抢住了大量铜钱 然后又派了一百多名商人 秘密去到楚国 购买了大量的路 由于当时楚国盛产路 买家只需要两枚铜币 便可以买到一头路了 所以得知齐王正在花仲金购买路之后 楚国的百姓也坐不住了 纷纷抓起了路 将其卖给了楚国商人 随着楚国的路越来越少 路的价格也抬了起来 竟然涨到了四十枚铜币一头 看到卖路的利润如此之高 楚国人都失去了理智 开始扬起了路 楚国君王得知这件事后 不仅没有及时遏制齐国人的行为 反而还洋洋得意了起来 觉得用楚国富裕的禽兽 去换齐国赖以生存的金币 是自己的福气 仅一年之后 楚国便走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 只剩下了堆积如山的铜币 就在楚国的景象萧条之际 齐国立即联合其他国家孤立起了楚国 眼看着国家局势 已经紧张到了如此地步了 楚国的君王也不再嘴硬了 赶紧和齐国签订了赵陵之盟 并表示他们愿意承认齐国的霸主地位 听齐国君王号令 再也不会冲撞齐国了 就这样 一位聪明绝顶的商人 在不费一兵一组的情况下 彻底摧毁了楚国的经济基础 使其成为了自己的手下百将 一代名乡 管仲是一位商人 做生意是他最擅长的事 他不仅把经济理念运用到了政治 治国理念中 还将其运用到了军事理念中 实现了他当初对齐还供的承诺 扩大了齐国的影响力 虽然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管仲的这条计谋并不算特别的复杂 但是他却用这个杀手锏 对多个国家实现了经济制裁 有了钱 有了小弟 有了扩张的理由 那接下来 自然就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了 管仲虽然不会打仗 也不会直接拎着大刀上前线去砍人 但是他却可以帮齐国改革军事体系 塑造一支强大的军队出来 而且他会从国家占了层面 制定对外作战的军事计划 在管仲的军事改革当中 整个齐国被分成了二十一个乡 一乡有十连 一连有四里 一里有十轨 一格有五家 这种精确的划分制度 直接以家庭为单位 将整个齐国变成了一个有序的体系 而在这个体系当中 其中十五个乡参与对外战争 另外六个乡 则是专门从事农业和工商业的生产 这就保证了齐国可以有源源不断的战争资源 可以持续打仗 又不会严重损害齐国的国力 而这种社会生产和军事相结合的战争 又能保证齐国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 一旦打仗 大家就可以更加同仇敌忾 一致对外 在管中的辅佐之下 齐国称霸天下 鲁 宋 陈 蔡 魏都先后屈服齐国 谭 虽两国早已消灭 诸郑国平定内乱 公元前679年 齐国成为公认的霸主 齐皇宫执政期间 在管中的辅佐下 对内政 经济 军事等多方面进行改革 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实力 打出了尊王攘仪的旗帜 以诸侯长的身份 携天字一发不敬 孔子 为管中 无其被罚佐任 意思是 管中辅助齐皇宫做诸侯霸主 尊王攘仪 以诳天下 要是没有管中 我们都会披散头发 左开一惊 成为野蛮人了 管中一生多姿多彩 做过商人 做过宰相 在政期间 重视经济和农业 反对空谈主义 开创职业技能教育 主张改革以复国强兵 在全国划分政区 组织军事编制 设置官吏管理 建立选拔人才制度 发展盐铁业 铸造货币 调节货奖 禁制贵族落朵私产 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 其国由此国力强盛 联合北方宁国 抵抗山戎族南清 师难一代名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